歡迎收看BLACK SQUARE GAMING 我是阿翼 今天繼續跟大家分享對馬戰鬼奇壇模式的配裝 今次的主角是刺客 做得刺客當然要好好善用吹箭筒 以及所有潛行的手段 從而達到秒殺的效果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給個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順手關注我們的Facebook page 裝備方面武士刀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所以還是用流水武士刀拿一下決意就算了 我們主要的武器是吹箭筒 是不是傳說都沒什麼所謂 重要的是要使出幻覺針 另外我配了增加力中攻擊傷害和狀態效果持續時間 現在就有三種飛針可以用 包括毒針、幻覺針和弱化針 毒針會清掉一條震懾條 可以配合技能投機者 對陷入震懾狀態的敵人 額外造成50%的暗殺傷害 你也可以用弱化針達到類似的效果 有餘力的話可以幫隊友減弱敵人的能力 幻覺針就可以令敵人互相殘殺 護符我選了刺客護符 除了增加力中攻擊傷害和技能縮短冷卻時間 最重要是連鎖消失 可以跟技能的連鎖消失疊加 出職業技的時候 我們一共可以出到三次的暗殺 不過要留意你第一個殺的對象 你一定要殺死 不然就不能發動第二次了 戰鬼武器我配了窄沙土 配酸腐弱化敵人 原理也是跟毒針弱化針一樣 可以打高一些傷害 而且是範圍效果 同樣配上縮短冷卻時間 另一個戰鬼武器是煙霧彈 煙霧彈是我們其中一個重要的輸出手段 一個煙霧彈可以出兩次暗殺 配上縮短冷卻時間和瞬間決議 你可以先用絕技暗殺三次 然後用煙霧彈暗殺兩次 而因為煙霧彈回復一點決議 可以的話我們可以出多一下超級斬 超級斬是更加強力的暗殺攻擊 再不是出職業技也可以 職業技我們選了集體消失 一來他可以短時間保護隊友 二來冷卻時間都比較短 三來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利用忍生的時間來復活隊友 或者跟隊友一起進行暗殺 而且我們可以配合連鎖暗殺 暗殺完可以消失多次再殺過 那當然你要成功暗殺到才可以觸發啦 簡單來說 刺客就是可以透過不停回復忍生技 去做到強力輸出的效果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攻略想看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吧 拜拜